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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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好久没有纯粹的谈中国问题了 很多的时间都是在谈美国 谈欧洲 谈朝鲜 谈新加坡 今天比较专门的讨论 谈中国问题 其实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现在都连结在一起 我在讨论很多国际事务的时候 都会 采回到中国的问题 不过今天主要谈中国问题 中国问题现在主要是习近平的问题 习近平上台以后 有很多的做法 令人感觉到很意外 很吃惊 那么其中有一些做法 就是搞很多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行为 一些作风 那么这些行为和作风呢 使人感觉到好像文革又要来了 这个对习近平的声望 对习近平原来还寄予一些希望的人 是非常的失望 所以你看看 还搞这一套 说明他的脑子里面 他的心智的形成过程中间 文革对他的创生太严重 这种创生 使他文革的记忆 一是影响到了今天 所以 他总是有一些用词 有一些做法 总是跟文革几乎是一个翻版 不过我跟很多朋友的看法不一样 就好像我对国际社会的看法一样的 我不认为冷战会重新回来 也不认为文革会重新回来 现在国际社会的某一些行为 实际上是一种冷战的遗产 就让朝鲜 就是一个典型的文革遗产 这一次的川普与金正恩的见面 就是砸碎了冷战的最后一款金兵 我不知道有一些评论家 包括我的一些网友 跟我的看法完全相反 是冷战的重新开始 现在看什么事情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这个很正常 那么习近平其中有一个说法 就是搞所谓的一些党性教育基地 你说就是共产党 无论是在哪一个国家 在上个世纪到现在 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不是造成灾难 造成困难 造成混乱 有一些国家曾经打压过共产党 而且做得很过火 对吧 比如说像美国 当时一度就做得很过火 但是呢 做得过火是过火 但是它的结果是 共产党在美国没有形成力量 没有形成力量 就是美国今天很强大的一个原因 新加坡也是一样的 新加坡之所以成为这一次的朝美峰会的一个最大的赢家 就是因为它反对共产党 没有让共产党在新加坡有生长的地方 但是冷战共产党不仅是朝鲜是个遗产 在中国也是个遗产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和几十年前的毛泽东的共产党 与以前的斯大林连运式的共产党是完全不同的 共产党的所有的理念 所有它所依存的理论全部都破产了 但是因为一个假的共产党领导中国 然后让中国慢慢完成转型也是可以的 这样至少比急速的变化可能造成的代价要小一点 所以有时候人们还对改革开放 具有很大的期望 期望的其中一个原因 但是习近平还真把人们已经抛弃的这一套 跟党党一些僵化的故事的做法 又重新拿回来 其中有一个行动 叫党性教育基地 哎呀 有那个党效还不够 还搞一个党性教育基地 我就一直没有弄清楚什么叫党性 后来我慢慢明白了 没有人性的人 就叫党性 大家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不过我今天不是来批判党性教育基地 而是讲一讲习近平去参观党性教育基地 没有讲几句党性的话 都是讲了几方感慨 因为那去的地方叫刘工岛 刘工岛要在做一般领导人很少去过 因为交通很不方便 要坐船 中国的船本一般大船很少 小船颠簸很厉害 也不安全 所以习近平能够去啊 也表现了他的身体还可以 也表现了他的某一些政治期望 就像八十年代 七十年代 就八十年代吧 胡耀邦和赵紫阳去了法克山一样的 法克山也是交通很不方便 但是当时由于政治的需要 胡耀邦去了 赵紫阳去了 胡耀邦去的地方 后来我也去了 而且胡耀邦送给法克山一星团的那辆吉普车 团长正坐 团长后来送我和另外一个朋友去 一个警官啊 一个女警官一起送我们去 叫平祥市 就从广西的宁明 宁明当初是首配三四 然后下面是法克山一星团 原来从法克山一星团的距地 到平祥 另外一个军队的距地 我也去 后来第二天去唱梅山 那个唱梅山是可以看到 越南的很多 越南的山区 是在中越边境的一个山峰 当时我们做的车就是 胡耀邦送给法克山一星团的 山林吉普 梅绿色的 当时觉得 非常好的一辆吉普 那么 当时胡耀邦和赵翔 先后去法克山就是要宣誓 他们的一种 中共最高领导人 去打气 一种政治宣誓 那习近平去这个刘工岛 又会去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治宣誓呢 意味着什么呢 媒体似乎已经有了一些解读 我们去看他们是大概什么解读的 我想 习近平有一个雄心壮志 从刘工岛里面得到历史教训 要建一个强大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黑军 中国要成为一个海洋强国 刘工岛啊 就是甲午战争 失败以后 日军登上刘工岛 把当时候的 中国的军人 俘虏 接受投赏 军艦设备 收缴 是一个 是一个 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讲 是一个羞耻之道 习近平能够去这个羞耻之道 说明他的勇气 也说明他的雄心 但是他又说 感慨良多啊 他在那个地方 但是感慨什么良多 感慨想 祖先在这个地方 留下了羞耻 留下了头上的记忆 中国能不能 能这个 混化投降 要中国崛起 要中国强大 再来一场 甲午之战 这个词不能用 甲午之战就是失败之战 不能用甲午之战 再来一场 什么之战呢 不清楚 但是呢 这个名字不清楚 这个战争的前景 我都可以给他定义一下 可以用甲午之战 我前面讲了 我反对用新冷战 反对用文革又来了 这种说法 我倒是觉得 可以用新加午之战 为什么之战 为什么之王说 也就是 我的意思是说 以共军今天的 政治素质 他不讲就是政治素质 以他今天的装备的水平 以他今天的作战能力 来看 如果解放军 再来一场比较大规模的黑战 我相信 多半的情况之下 就是新的甲午之战 甚至比甲午之战还要严重 因为中共今天所面对的敌人 所面对的他认为的敌人 他所面对的对手 军事对手 那就比这个 当年的日军 那就要强大很多 为什么说政治素质很差呢 就是这个军队 在习近平时代 进行了大幅度的变革 由一个原来 非常混乱的 腐败吐顶的 或者车头车尾的一个军队 被习近平呢 经过一番清理 一番改造 形成了习家军 但是这个习家军 是一个 没有国家荣耀的军队 因为 它不是国家的军队 它是中共的军队 而中国的军队 简单地说 就是打土豪 分田地 也就是说 抢家结社 靠抢家别人的东西 靠贪污别人的东西 靠享受 不应该享受的东西 所建立的这么一个军队 它是一个非法的军事力量 从国家的意义来讲 在过去 在过去 你可以靠 意识形态的欺骗 毛泽东时代 然后闭关锁 关在一个军队里面 你什么都不知道世界 就跟动物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完全是一直被 硕化的 野兽化的军事力量 到了邓小平时代 江泽民时代 胡锦涛时代 靠的就是腐败 腐败享受 邓小平一度 还说军队内警固要打过日子 结果内警固要打干什么 走私 走私 有的地方不能走私 把军队的军营 就变成了妓院 变成了招待所 变成了腐败的场所 你去看看八十年在火轮站 你们还记得吗 在这些 七轮站还记得吗 以前主动招牌干什么 某某军区招待所 某某军招待所 某某司招待所 某某部队招待所 所以 开旅馆去吧 对吧 军阴驱租 到了后来 那就是 江泽民十号 开始要把军事发展起来 军事的金会 一般来讲是三三开 三分之一的是人员开支 三分之一是 装备维修 三分之一是装备性的装备 老共的军队 除了能够尊重是新的 其他的装备 都是怀不实 大部分的钱 就被人员给挥霍了 所以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候 是腐败的一塌糊涂 习近平一看就不行了 改造军队 但是改造军队 你把军队的将军们 对预降低 不是问题 让他们腐败的机会减少 也不是问题 因为他们的权力和那个所谓的 这个将军那个将军那些帽子 什么寻张的都是你给的 愿意给就给不愿意给 他就没办法去勒索 这些人都是 既没有军事指挥能力 也没有军委 也没有几个兵的这些所谓的将军们 你要拿下来其实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这些人是靠欺上瞒下 靠造假 靠圈庸培马上来的这些将军 没有的军力的根据 我很早就看破了这一点 我觉得这个解放军 完全是被外加想象成 把他的军事力量核达了 你看那个1989年 六四 那个大屠杀 对吧 对老百姓你倒是很厉害 但是实际上就是打老百姓 都打得乱七八糟 整个的军队的混乱 你要把真实的情况 了解下来 那是非常恐惧和可怕的 当你习近平 对他进行收拾了这些贪官 一部分将军以后 你不能收拾所有的将军 但是问题是所有的将军 有几个将军又不是腐败的 所以你还是靠避这边 腐败分子 来管理这支军队 能够管理到哪里去啊 而且 一个军人的素质 哪里是几年时间 突然就成长起来的 何况是你现在的意识形态 虚假 根本不可能被军人们认同 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假的 你假装讲他假装挺 对吧 第二个是军事的装备 对吧 前面那个讲素质 我主要是讲所有军事的素质 也包括海军在内 也无一例外 这个二十多万 海军现在是二十四万 或者二十五万吧 要增加的兵力也是二十四五万左右 相比之下 素质是比陆军好一点 但是也好不大力去 跟海军的军事装备来讲 当然可以说是 世界第二 因为你的军家数量多 对不对 但是你的军事的 战斗能力 和这个素质能相匹配吗 以前共军在文革的时候 在文革后期 那飞机也有三千多件吧 反正 军事的飞机的素量 我们还是记得我的数字很多年记过 好像是第三还是第几 但是很多飞机 起飞都起飞不了 没有啊 但是有几个人敢去练啊 真正去练啊 海军也是这样 海军现在军舰的数字 很多 但是都是 比较小的 没有多大的 真正的长城的 投射能力的 没有全球投射能力的一些军舰 对吧 一艘拿来别人的会谍的 搞的所谓的疗言猴 从乌克兰拿回那个航空母舰 早都是故事的 这个 被美国的军事网站 还是哪个国家的军事网站 被列为世界上最差的航空母舰 就是这一艘航空母舰 解放军呢 还不能把它很好的操作 对吧 一块打铁板 从北边往南 往东 然后再往南走 到了南海一进海一点点 又返回去了 连世界旅游 都没有完一圈 而且一个航空母舰的战斗力 要形成 那是很长时间的 而且 需要配套的 整个航空母舰作家系统 配合作战 那不是一样的形成的 演练 那是要死很多人的 何况 你从那边也在航空母舰做过战 对不对 就是其他的海军作战 也没有做过多少 对吧 所以我以前在节目里面讲过 有一个军队的歌行 唱过一首歌嘛 叫做《惊艳的军港静悄悄》 为什么静悄悄啊 就是因为那个军舰开不出去啊 一方面是没有有 第二方面开不远 对吧 所以这个军港在静悄悄 那么中国的军队 海军啊 当然也有杀手舰的装备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黑潜艇 这是一个杀手舰的 这个 这个装备 战略核潜艇 这当然是高度的军事机密 并不知道它真正的战斗力怎么样 但是战略性的黑潜艇 那是用于战略威慑的 不是用来真正打一般性的这个战 你真正用来黑潜艇打仗 那么世界黑战的就爆发了嘛 所以杀手舰的武器 是往往不是来打仗的 是作为战略威慑用的 对不对 那新的航空母舰 要说建很多艘 有人说两艘 有人说啥艘 有人说四艘 OK 正如我前面讲的 要形成航空母舰的 战斗群的作战能力 那根本就不知道是 牛年马月 对吧 在习近平任上 习近平还搞十多年啊 十年十五年 二十年了不起 但是我相信 解放军的航空母舰二十年都不能形成 打仗 一打仗就变成人家的靶子 这个真的是 不管他乐观 所以他没有 第三个是讲到他的战斗能力 对吧 因为装备的局限 由于人员素质的局限 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 没有打过什么海战啊 对不对 西刷啊 而你是渔民的打 对不对 很搞笑的战争 那么 在世界参与战争中 跟海盗 索马里 有没有跟海盗去玩了几招啊 有没有争得打啊 还是正好碰到一个渔泉把它当成海盗了 还是怎么样 就是 往远去打 就跟索马里 往近海里面 就是跟国民党玩过几招 对吧 玩过几招有的打得很惨 有的赢了以后 伤亡非常巨大 而且夸大对方的伤亡 说死亡几千人 像当年 50年代的时候 上个世纪50年代 一江三岛 对吧 伤亡国军几千人 实际上自己则伤亡别人几百 因为那上面本来只有几百个国军被炸死了 司令民自己拿了一个手榴弹 自己炸死了 叫王王 被虎虏的人 虎虏好多 实际上只有100多人 后来有一个精确的计算 大概是一百三十一月 而且那是近海岛路 主要是在浙江沿海的一带 没有真正的海战 一个意义上 中国人民解放前的海军 应该叫 中国人民 海军 海岸航卫队 或者不能叫海军 就是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岸防卫队 就是现在你在 美国的东部啊 或者美国的西部的海岸线上啊 有巨大到美国的海岸防卫队 海岸防卫队干啥呢 海岸防卫队 就是救护那些 遇到困难的 或者是遇到困难的 船只 有时候抓一抓 犯罪分尸 防止人偷懂 海岸防卫队 典防卫队的海军 也就是这么一个能力 从海军的军力来讲 整体来讲 我估计 连没有正式见识的日本海军 现在都谈不上 日本当然是 当年在亚洲 也谈不上海军 非常厉害 听说比清军 打清皇朝的海军差很多 但是后来 甲午战争是人家赢了 海战士是这样表现 国家力量最强大的军队 欧洲的很多小国 通报世界 建立很多殖民地 西班牙 英国 葡萄牙靠的就是 什么 海战 二战的时候 太平洋战争 一个意义 打的就是海战 那个是惨烈 而且那个时候 已经多少艘航空母舰了 中国搞了多少年以后 才有一艘航空母舰 而且是在别人 改造出来的 那么现在新建造的这些航空母舰 有多少它的内心啊 芯片啊 可以打个比喻 它的内部的装备啊 实际上是 剽窃的 模仿的 真正能力怎么样 不知道 要形成一个强大的作战能力 跟台湾海军 跟日本海军 都有一仗可打的 而且现在 不是日军啊 而且面临的是 美军啊 往日军打发的美军啊 在太平洋战争中间 对吧 而且现在美军是 联合日军 联合印军 印度军队 又联合澳大利亚军队 甚至还有新加坡 新加坡是它的一个基地嘛 一个港口嘛 可应的港口可应的基地嘛 而且现在法国也过来了 法国离这个 南海多远啊 英国也过来了 好像俄罗斯也过来了 那个时候看到的 南海海上啊 八国联军啊 所谓说 还不止八国联军 当年的大清对付一个日军 就变成了 这个 家务之战 家务战争 现在你面临着这么多军 你这个 这个 这个海军的海岸防卫队 你真正能开战吗 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当然 中共一直在做这个准备 虽然在极大兵种里面 海军一直比较弱 但是最近几年确实加强 海军的第一任司令 叫 蕭敬光 大将 湖南长沙人 蕭敬光 第一任妻子叫 朱正治 是学等员 湖南著名的教育家 朱建梵 朱建梵 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他是湖南影响人 他在长沙办了一个学校 叫 朱南女众 然后呢 有一段时间文革以后 把它改名字了 叫做长沙四中 十几岁的时候待过一段时间 那么 这个朱南女众出了很多人 杨开慧 马英九的妈妈 秦敬修 丁玲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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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金鱼 一大票人 但是蕭敬光 约户 是居院长的后代 是安徽过来的 所以朱镕基 也属于朱镕基的后代 或者是近情 有一点亲手关系 他是长沙人朱镕基 实际上朱镕基的家族有一段 也是在湖南影响 史书没有写的这么强细而已 因为当时他们逃跑 朱家逃跑 逃跑的时候 朱镕家族主要是在湖南 是长沙 宁湘 宁湘是长沙的一个县 不讲朱镕基 也不讲朱镕凡 就是 蕭敬光不过还可以讲一下他的儿戏物 叫 剧名歌唱家李国一 很年轻的一代人 已经不知道李国一了 李国一是哪哪级的人物了 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可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歌唱家 他就是蕭敬光第三个还是第二个孩子 蕭敬光在海军 第三个孩子的媳妇 夫人 夫人 是蕭敬光的儿媳妇 当然蕭敬光在海军里面 是对了三十年 没什么太大的技术 因为他本来也对海军不太懂 后来第二人是 仪惠 仪惠我都是见过 也聊过 三野出来的 海军就是以三野 为主体组建起来的 首任的一个创始人就是张爱萍 不是首任 首任司令员 他不是正式的海军司令员 他是华东郑区的一个海军司令员 所以他不是整体的海军司令员 第一任是蕭敬光 老毛在苏林的时候 跟刘少奇发电报说 啊 让这个蕭敬光 当这个海军司令吧 那是正式的海军司令 但是真正的海军创始人 是张爱萍 啊 国军的海军打的海战 也主要是华东 华东军区 因为浙江啊 福建啊 这些沿海岸的岛屿 主要是跟国军 在这个战争 战斗 那当时候浙江很多岛屿 附近的都是被国军占领 后来共军下定决心 一定要去打 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 然后把国军一个一个打掉 所以现在你们到浙江很多岛屿去玩啊 但是 当时如果没有共军把他打下来 现在是属于台湾的一部分 因为 那个时候 老奖拆到台湾以后 建了几个省嘛 一个是台湾省 还有一个是现在还存在 叫福建省 福建省 就是往金门马走 还有一个省叫浙江省 浙江省 好像属于当过省主席 还是省长 就是湖正南还是水 浙江省是很小的一个省 就是管几个岛 后来共军 把这个岛屿占领了 所以 浙江省也就没办法存在了 共军的海军 主要是靠 跟国军作战所形成起来的 海军基础 但是呢 在共军的三大舰带里面 华东的 海军 后来叫南京军区 受到 东海舰带 也是三大舰带里面的 东海舰带 但是力量 并不是最好的 最强的 真正的力量是北海舰带 现在的东海舰带叫 东部战区的 东海舰带 真正现在军力最强的 是北海舰带 以前是 是纪念军区下面的 北海舰带 同时受纪念军区领导 又业务上是受海军的 总部领导 就是双城领导 名义上是挂靠在 纪念军区 现在叫北部战区 为什么北部最大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共军之所以能够打赢国军 靠的就是日军的支持 日军的支持 暗定的支持 因为日军去占领中国 给了共军一个崛起的机制 还一个靠的就是苏联红军 苏军的支持 没有苏联成建日的军队 根本就没有力量去拿下 根本就不可能在东北建立 所谓的革命基地 对吧 形成强大的力量 最终难想 那完全是苏军帮忙 那么海军在北部 之所以成为 最强大的三大战队之首 最强大的这个战队 就是因为 它的基础 是苏联的 理顺基地 那苏联五十年代 把它交给了中国 有那个基础 而且当时候 中国的中国业基础 也是在东北 而且当时候伊那东 苏联 而且有朝鲜战争 有朝鲜半岛 所以 比较 强的 舰队 就是北海舰队 军事基础 最开始的培养高级指挥员的水面舰天部队 叫大连海军学院 现在叫大连舰天学院 对吧 也是属于在北海舰队的下距离 那现在的情况产生变化了 三大战队里面 北海舰队要开始难以了 所以 以及北海舰队的很多司令员 后来都成为了海军的司令员 就是因为三大战队里面的重点 是这个北海舰队 对吧 那么现在北海舰队的力量 要开始往哪里 原来北海舰队司令员 现在成为了南部战区的 这个司令员 整个战区 陆军空军导弹部的 这个战区里面都是他的管 就是原来的广州 这个战区 和一部原来的成都战区的一部分 组建起来的 这个 南部战区 为什么南部战区的 这个司令员 传统上大战区 都是由陆军来当司令员 怎么会出来一个海军的人 来当司令员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习近平想建一个 共军版的 太平洋司令部 南海司令部 这个叫南海司令部 也就是以广东 广中 战江 榆林 海南岛为这些基地 来建立一个 全面性的 东兵中的 南海 战队 就是不是现在的南海战队 或者是太平洋司令部 类似这样的 一个大型的 现代化的军队 由这个姓务员的 司令员在主导 所以整个的军事重心 在往南海方面移 从北海 东海 难移 但是结果还没有进程自己的 南海司令部 结果引来了 美军把它改名字 改成一定的司令部 而且把法军 英军 都引来了 也可能俄军也会来 所以整个南海战队 怎么打这场仗啊 这场仗怎么打 而且从风雪的角度来讲 你这个海军的司令员 我在一年以前 还是什么时候我就讲 你这个挑选海军司令员 先就挑选一个无声令 无声令 退休了就退休了 你总得挑选一个名字 比较不错了吧 你这个搞一个沈英龙 好像英龙 是我们在南海上面正好作战的 海军 但你稍微 有一点点文字能听 你就知道 这个沈啊 就是沈的一体字 你写沈默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沈默 它是一体字 所以你叫沈金龙 那不是把中国的军舰沈到大海去了 多么糟糕的一个名字 多么不吉利的一个名字 这是个根本不能打海战的一个名字 对吧 现在解放军 名不正名不顺 装备搞了一大堆新的东西 有没有最终新城战斗力 而且 没有打过什么战 对吧 就是当年的渔民 跟越南打过所谓民兵的西沙之战 然后你到苏马里砸过几个海盗 然后当年用你的不顾一切牺牲 也就是不顾一切代价 也就是不把人民弹坏杀 你跟国军处厮杀 在浙江沿海 收复了 也不是收复了 就是你侵略了 抢占了 原来国军控制的这些岛屿 几十年来 你没有打过什么海战 所以这样一个军队 你要来一场一些当年的家务战争的羞耻 我不知道 这个习近平先生 在刘宫岛的时候 有几分自信呢 所以 自信啊 必须来自于自知 没有自知啊 就不是真正的自信 那叫自狂 或者叫自旺 如果你有自知 你就明白了 共军的海军 或者叫共军的海岸 防卫队 是不可能在南海 有能力跟别人真正打一掌的 擦枪组合是可能的 但是你真正要进行一场 微幕性的海战 看一看 太平洋战争 你的那些军人们 有那个神风感思队的那种精神吗 有那种精神 最终对美军又打得怎么样 日军都上前日子 你的共军又有什么战斗力呢 所以站在刘宫岛上啊 现在有一份自知 就知道 中国的海军啊 还很遥远 先学会旅行嘛 先学会打铁板 到大西洋也走一走 到世界各地的海上走一走 先学会 那个铁板不要去那种撐下去 打仗吧 就再说吧 邓小平不是说过吗 自己这一段不能解决的问题 就留给未来吧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